请接着带你来关心的是 金正恩有了新欢吗 王的女人现在换人当了吗 在今天最新曝光的大合照 证明了金正恩又有了新欢了 特别是金正恩好像特别喜欢歌手 特别喜欢牡丹风乐团 没有错 其实有图有真相 我们就直接看那个照片好了 这照片是什么呢 是金正恩出席了一个颁奖典礼 颁奖给一些艺术家跟歌手 那这张照片金正恩坐在中间 你有没有发现坐在他旁边的 这个女歌手叫金玉珠 各位 金小胖是一个 他出去出访的时候 他连签名的那个钢笔 都要自己带 对不对 没有人可以碰到他的身体 马桶也要自己带 对 排线物都要带回来的 但是你会发现这个金玉珠 好大胆子啊 他把手搭在了金正恩的肩膀上 那另外一只手放在哪里呢 放在他的腰跟腿这中间 可是各位你知道吗 男人跟女人之间的互动 可以看出他们彼此的关系 如果这个女人 把手放在男人的肩膀上 表示他跟这个男人之间 有一定的交情 才能够去拍人家肩膀 那如果把手放在这个男人的腰上 基本上是有暧昧 才敢摸人家的腰 如果放到腿上了 基本上很多人都会认为 如果你们没有一些亲密关系 或某种默契 你应该不敢把手放在腿上 尤其是谁 金正恩 好 那这位王的女人 这位金正恩的新欢到底是谁呢 我们来听她的歌声 我们来听她的歌声 我刚为什么说 金正恩特别喜欢牡丹丰乐团 因为在她的夫人 学祖夫人之后 也传过玄松乐 玄松乐也是牡丹丰乐团 那很多人好奇 那金玉珠什么来头 我先讲一下 金玉珠早年 她曾经是一个 银河水管弦乐团的女歌手 但是各位 银河水管弦乐团 还有另外一个女歌手 就是你们刚刚讲的李学祖 所以金玉珠 李学祖是同期出道的女歌手 但李学祖 后来成为北韩的第一夫人 那金玉珠就加入了牡丹丰 那各位也知道 牡丹丰就是北韩的少女时代 而且牡丹丰又是金正恩 最得意的作品 因为这个月这个少女 就是北韩的这个少女时代 是她创立的 重点是刚刚提到了 牡丹丰的这个团长玄松乐 是金正恩的前女友 那现在牡丹丰基本上已经解散 都看不到其他的这个团员 但是金玉珠 现在是金小胖的新欢 各位有没有发现 男人在谈恋爱的时候 特别注意自己的身材 最近金小胖是不是瘦了很多 很多人还说真的真的不要下屋子 我非常了解男人的 男人平常 如果他结了婚就很邋遢 挺一个肚子 但是他开始减肥的时候 就表示他在谈恋爱了 谢谢老师这件我比较瘦 真的啊 他瘦很多 幸福分 幸福分 好 为什么讲到这里呢 显然两个人是高调在谈恋爱 还有很多的激震师 各位知道吗 最近还有一个是劳动党的活动 那这个活动上呢 原先的表演是26首歌 光是金玉珠一个人唱的22首歌 这不打紧 坐在台底下是谁 是金正恩 而且我们这个金小胖 三不五十钟 伯父 你想想看 他只要这样拍拍拍 其他人要不要拍 要啊 是不是 那这根本就是金玉珠个人的演唱会 所以很多人认为说 金正恩选女朋友 都离不开我们刚刚讲的牡丹风 很有趣了吧 那很多人认为说 为什么特别喜欢金玉珠 刚刚也有人讲说 好像没有李学祖漂亮 我是觉得还不错啦 那对金正恩 可是我是觉得对男人来讲 小三小四小五 不是漂亮漂亮的问题 是新旧的问题 阿冠说到重点了 对不对 就是你是新的嘛 这是重点 是啊 他的前女友玄宋岳也不错啊 那为什么现在 特别宠爱金玉珠呢 新啊 新啊 所以为什么要讲说 金正恩其实玩得很凶 为什么 除了这些女朋友之外 他不是还有些后宫家力三千吗 有关金正恩怎么玩那个欢乐组 大家其实都熟能详了 包括什么呢 有个脱北者 他就讲说 在这个金正恩的后宫家力三千 有一些制度的 他分三个组 幸福组是干嘛的呢 就是帮这些人按摩的 抒压的 那还有一些就是穿着短裙 然后他抬腿的时候 永远看到内裤的 那是什么呢 是律动组 就是永远在长长脚脚 律动组 但是基本上就是 就是半裸的状态 就是让大家这些高官开心一点 但其中有一个组 你看这个看到内裤的 这个叫做律动组 所以你们都把马赛克 其实也看不到 那只能让金正恩让他 要马赛克我们是新闻台 是是是 但是还有一个组 也非常神秘 他们叫做满足组 我觉得为什么要取这个名字呢 也就是提供性 因为望闻就能够生意 提供性服务 所以这个要经过 二十几个月的训练 而且要身家清白 没有性经验 而且这些少女呢 其实薪水很高 但是也蛮辛苦的 为什么 如果没有被金正恩选上的 金正恩会把其他女孩呢 就去送给 或者是赏给其他的官员 有点像我们古代的朝代